毛教练 你说两句吧 说挺好的 那边又说 说只说挺好的 那还不如不说 你也来个 freestyle dispy回去 更丢脸 我还不知道 他那个拿着话筒 两个话筒唱歌的时候 他就这样 我还以为在比slogan的 比我们那个是故意的 我以为 这样 我们温柔的毛毛教练 种枪了 能不能说一下这两个 坐着吃着我的瓜 吃着瓜子还那么的香 你俩干嘛呢 我俩应该没什么说的 我俩也没美 谁说的 陆正唱在2020最新一期中 节目组特别准备了吐槽大会 让小姐姐们意图怨言 原本以为 大家会对黄子涛火力全开 没想到火烧到这边来 毛衣化太小也是个问题 上一次毛教练和宋教练 来看我们吝啬的时候 毛教练在宋教练的背后 成功地演绎了 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 所有一个漂亮的背景板 所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男人 他就这么一直站着 站了全程 教练 虽然说你不是走舞蹈的 但是你可以以一个男性观众的视角 给我们点评一下 我们这支男团舞跳的怎么样啊 教练回避了我的炽热的目光 我败下来了你知道吗 教练闻思不动 西字如今 金口难开 你不说我不说 我们组的真人秀可怎么播啊 我觉得选手不要考虑这么多 真人秀播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是节目组考虑的事 还有就是你这跳舞的学员那些组 虽然是我们队的 但我根本又不懂 我在那儿我说什么呢 挺好的 说挺好的那边又说 说只说挺好的 那还不如不说 都一样 他站的笔直 双手合十 咱俩找多喝 像在祷告 也像个婚礼主持 没有啊 第一次回去 咱们学员的任务 还是不够重 我觉得现在 这些创作才华用在这个上 所以还是不够重 为什么不用在舞台上呢 我们舞台上的表演 还是很精彩的对吧 毛将冉你也这么说过 是 到场打脸 你得嘴回去 你不要让我已经输了 你不能再输了 你也来个 freestyle 迪斯拜回去 更丢脸 我还不想 没事 学员们跟佳琳感情好 才能这样 这个吐槽更拉近距离 不过一山还有一山高 更疼得还在后头 我就想问问 我吃的是这些吗 我还想吃什么 我想吃 我想吃 我想吃红烧丸子 火鸡面 乱七八糟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沙拉 没关系 笼尔都可以吃了 没关系 笼尔都可以吃了 没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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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